好 接著我們就要跟你講 例舉的定義 或者說例舉的公式 例舉的定義叫做 例舉等於利弊乘以利 L等於R cross F R cross F 這樣叫做 例舉的定義 利弊乘以利 課本上寫 利乘以利弊是錯的 課本上寫 利乘以利弊是錯的 對你國中生而言沒有差 利弊乘以利 要利乘以利兩個結果是一樣的 高中生有差 這個乘法要向那樣乘法 向那樣有內律器跟外律器 這個 兩個編導寫 方向會不一樣 所以你一開始就背正確 不要等到高中再喬 高要換 你就說現在就背好 利舉等於利弊乘以利弊乘以利 利乘以利 L等R cross F 就是利舉的定義 那麼 所以你就現在又記住 是這樣做的 那就會有一個問題 利沒有問題嘛 講過問題對不對 那什麼叫利弊啊 利弊是什麼意思啊 利弊是什麼東西 你要了解 利弊是什麼東西 利弊就是支點到利縣的垂直距離 那麼什麼叫利縣 利的作動線 利的作動線 支點就是轉軸不動點 轉軸不動點 支點到利就是利的作動線 所以你就表示利弊跟利有關係 什麼關係 要互相如何 垂直 我們前面學做多利跟位要互相怎樣 平行 這裡是說利弊跟利要互相怎樣 垂直 不垂直要找到垂直的量 不垂直要找到垂直的量 所以你的重點要垂直 支點到利縣的垂直距離 OK 利縣就是利的作動線 支點就是那個在轉動的時候 這個不動點 叫做所謂的支點 OK 所以 來 這個利力在哪裡 這個叫利縣 叫支點 不動點 這個叫做利縣 支點到利縣的垂直距離 就這段 就這段 OK 那如果我不在這裡吃力 我在別的地方吃力 在這邊吃力呢 支點 頂線 利縣 這個利縣比較怎樣 比較短嘛 所以我們說 越遠離支點呢 你的利縣就會越長 那這時候你就越容易轉動嘛 對不對 同樣的施力的話 利績就比較大 如果要這麼大的利績 我的利績就比較小嘛 對不對 所以就比較容易轉動 OK 這都垂直啊 還要換這樣呢 如果換成這樣呢 這樣吃力 支點 利縣 然後垂直 根據數學所學的 直角三角形斜邊會怎樣 最大 然後直角邊比較短 你就發現這個利幣會比較怎樣 利幣會比垂直吃力的來得小 對不對 你就覺得來得小 所以剛剛跟你講說 跟它的方向有關係嘛 重點叫垂直 我這樣子做 我這樣子做是做利縣 然後讓支點垂直過去 你也可以不這樣子做 你可以把利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瓶分力 然後垂直分力有用 垂直分力有用 這樣也可以 反正就是要讓我們的利幣跟利負三怎樣 垂直 要用用到垂直 所以你也可以動我的 你也可以動我的施力 把施力呢 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瓶分力 把施力呢 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瓶分力 來做 OK 好 就這樣子 就是垂直的 利幣比較大嘛 就比較大對不對 垂直的時候利幣比較大嘛 要斜邊嘛 最大嘛 對不對 垂直比較大 比那個上面斜的利幣要來的大 所以垂直的時候 利矩會最大 我們要做垂直 OK 這樣呢 支點 立線 那距離多少 零 沒有利幣 這什麼意思啊 如果我的施力 立線會通過支點的話 那你會有利幣 沒有 就會轉動 不會 利矩是零 不會轉動 所以呢 以後題目裡面如果看到這種 施力的立線有通過支點 你就知道那個沒有利矩 那個沒有利矩 合力是零 OK嗎 叫做 了解 利幣在哪裡 會找到利幣 然後去存一層 答案就出來了 你就說到利矩有多少了 OK 重點是 找到利幣有多大 找到那兩個互相垂直的支有多少 OK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利幣跟利矩的動畫 好 很簡單啦 就只是把剛才的畫在重想一遍而已 你看啊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利 現在斜斜的 所以那個低就是利幣 然後呢 所以它比那五公尺小 然後把它越來越垂直 越來越垂直 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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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利幣 然後又去乘 就是我的利矩有多少 就這樣而已 很簡單 很簡單 那另外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利矩也是向量 利矩也是向量 有方向 應該國中不討論 它的方向是四十鐘跟 逆時鐘方向 高中你會學R cross F之後 你就會用手比R方向 就不要轉 我又是叫你四十鐘還是 逆時鐘 這樣你會重轉 四十鐘轉對不對 我就叫你叫做四十鐘 利矩 這樣你重轉 逆時鐘轉 你叫做 你叫做 逆時鐘 利矩 所以國中不討論 利矩的方向性 就說它是四十鐘 或者是逆時鐘 會讓它四十鐘轉 就叫做四十鐘 利矩 會讓它逆時鐘轉 就叫做 逆時鐘 利矩 然後以後所謂的合力矩等於 順時鐘等於 順時鐘 要合力矩就沒有了 就抵掉 就沒有了 那如果有剩下的順時鐘 利矩就是順時鐘轉 如果有剩下的順時鐘 利矩就是順時鐘轉 這樣你就可以了 就是跟你講一下 我們的 利矩的計算方法 叫做 L 等 R cross F 利矩等於利矩測率 重點 利矩跟利矩要互相怎樣 這樣 垂直 要找到垂直量才能夠帶進去算 然後跟你做過一些練習 讓你知道地幣怎麼長 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利矩是順量 有四十鐘利矩跟 逆時鐘利矩 OK